字幕視頻 ут continuer 今天就是來 其實已經進行了一排這個 就是這個社區的服務部門計劃 這個是去年 2010年開始有這個計劃 我發覺社區的中心很多開始舊了 或者社區要建設一些中心出來 這些中心可以說是安頓 或者是移民方面 這個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燃寧草基金 它做的功夫都有近似 因為燃寧草的Foundation多年對於這個assessment 審規做得很好 一年審規是過次的項目 我們就給了它 由它們去做 燃寧草剛剛這個基金是由我監管的 所以變成我就出鏡了多一點 但是一個好處就是這個社區服務的股份計劃 就是適逢其次 你知道2008年這個金融海嘯 過去兩個星期前美國的評估跌了下來 其實人生惡惡的 為甚麼呢 尤其是新移民 新的公民 真正的工作都不知道可以做多久 這些計劃剛剛這麼巧 其實是真實的重其事而已 撥款過去就可以支持到 但這些可以把一些中心 庫務 或者其他的 給錢去建造 或者去重建 希望新的移民 或者新的族裔 他們注意到 所以幫助的時候 就去那裏 拿著幫助 我記得是很對的 因為又剛巧聯邦政府 在移民部方面又撤退 撤退是錢的撤退 因為他又減了撥款 那這個市府 哥倫多市府 又發覺他 在服務方面又開始削減了 而我們剛剛呢 能夠有這個計劃 就是頂上去 就是有兩級的政府 就開始撤退 我們不是我們前進 剛剛就可以綁回這個空洞出來 所以今天呢 就是 這個我想是第四個的宣佈 今天就有44個 全體受到這個撥款 加起來都應該有好幾百萬 為什麼不是 現在是五千萬 不是一億 或者五百萬呢 五千萬夠不夠呢 就這個 我們看過來 其實其實都立一立 全省有些需要 做一個初步的統計 當然啦 你又不可以說 我希望有五百萬多人 但又沒有 但是如果你太少 又做不到什麼 那五千萬呢 現在Hooking back 真的看著看著 真是一個很對的宣佈 就是過去整年 這個是第四次的 都不停地有 每次都有10個 或者30個 這次是44個 就是令到那些中心 有一點振奮任心 就是在一個比較 低迷的 環境之下 就是 很多人都很恐怕 就是 喂 工作怎樣啊 就是 我有沒有工作怎樣啊 現在有工作 將來有沒有工作啊 現在呢 有這些計劃出來呢 就令到你安心點 也是代表了我們安省 其實呢 經濟都不同 為什麼呢 就是 今年以來 由63% 就是63%的工作呢 是在安省製造的 那你全個國家 是吧 有63%的工作在這裡製造呢 就表明了就是 安省呢 我們過去幾年 這個經濟的方針呢 在建國 那就 令到那些省民呢 就是有工作 安心點 可以過到這個 比較 個個都 驚驚點的時候呢 我們在建國 安省呢